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龙哈 大家好 我是Alice 终于啊 今儿个天不错 可以给大家来拍我积攒了好久的 评价原创长裙合集了 这期呢我决定废话少说 多讲干货 因为一定要往下看 这期真的没有太雷的 首先第一件出场的选手啊 就是一位犯规的选手 因为他并不是一条长裙 而是一个上衣加半裙的设计 但他真的太太太太好看了 不和你们分享一下 我也有一种上课大家都在墨写 但我坐在最后一排吃毒食的负罪感 这牌子呢我之前在Diana那期视频里 就有穿过他家的这件经典的贝壳长裙 真白月光 就哪怕我这种黄黑皮穿上啊 也是黑月光 这件的上衣呢里面是有鱼骨的设计 所以穿上的时候称的特别有型 话重点啊就是上衣一定要一叶进去 束腰的地方的小河叶边 才能非常心机的衬出腰细 不信给你们看一下反向操作的对比 来 你们觉得哪边更好看 当然啊他最觉得还是这个肩带 一定要若有若无的搭了下来 像这样 不好意思 肩带不小心掉下来 如果有点小风一吹啊 还真有点花仙子那味儿了 其实他家呢还有一条蕾丝设计的粉色长裙 但是说真的啊不知道大家觉得哪个颜色更好看呢 我还是更喜欢这条因为感觉太粉嫩的颜色 说实话我日常中能穿的机会很少 下一位选手呢是这条挂脖的连衣裙 我当时是被这张图片种草的 尤其是他边边做的松石绿缝边啊 在下真的没有抵抗力 他长度呢也是偏长的类型 我身高168-170之间浮动 他呢会大概到我脚腕 他家的选码啊给大家一个参考 就是我48千克穿他家 XS需要吸气才能拉上拉链 但是呢穿S又略有宽松 必须诚实和大家说啊 刚才那条盒现在这条我买的都是二手的 其实他的定价挺合理的 但是可能是因为原创店铺的原因 很多款式都是预售 不知道有没有和我一样的小伙法啊 就是我买预售真的是等到售的时候 我都忘记自己买过这条裙子了 总之呢买他家和Lacemade的裙子 真的就像是便秘时等我即将出生的爸爸 虽然很期待小家伙长什么样 但是一定要有耐心 哎 被一条裙子牵动的情绪很烦 但也可以很甜蜜 这两件呢就是我等到最后啊 实在等不了了就退掉去买了二手的 但他上身是真香啊 尤其是后背露的恰到好处 腰线恰的也很显腿长 有点像我之前穿过的Vears Kindred的一条锦里长裙 但是呢这条感觉会更加的少女一些 接下来这条呢可能不是很符合每个人的审美啊 但架不住我真的觉得他好看呢 我今年呢真的相信拼接元素会火 很多设计师品牌也都出了拼接元素的裙子 这条呢我是觉得他有一种粗糙的美 我愿叫他迪士尼再逃灰姑娘裙 因为看到他第一眼啊真的给我一种在恶毒后妈的摧残下 劈柴洗脚偷偷用表姐穿剩下的旧布料 在烛光下偷偷缝出来的感觉 充满了那种野生的美感 尤其是胸前这两块啊原生派的剪裁 还有这工业风的配色 不光让我想到了军训时教官的衣服 还有我姥姥家的窗帘 咦 怎么突然感觉听不出我是在夸他还是在骂他了 表明立场啊我是特别特别喜欢这条裙子的 因为他给了我一种穿得了长裙 也下得了地干重活的感觉 尤其是如果你选对尺寸 这种斜向拼接会特别的先曲线 但是像我我就没选对 因为呢他家的尺码只有SML三个 这件呢我选的是S码但还是大了 所以要用夹子加一下 给大家来看一下合身和不合身的对比啊 之后呢我打算找裁缝改一下 总之这条裙子我真的觉得是一条喜欢的人 会觉得特别喜欢 但是不喜欢的人 会真的觉得无法理解的一条裙子 那弹幕来做个小调查 觉得这条裙子好看的请扣一 理解无能的请扣二 下一条波光淋淋的这个长裙啊 他这个面料我真的要夸一下 阳光下身那种波光流转的感觉 相比前面几个呢 这件会短一点直到小腿 上下楼的时候呢不用担心 一不小心就摔个狗肯尼 其实呢它本来还有一个更百搭的白色 但在下对马卡龙色真的没有抵抗力 这条就是很有那种民国大小姐的感觉 感觉特别适合金粉世家里的刘亦菲来穿 但是啊但是它有一个小bug 就如果你是像我一样胸位比较低或者大胸妹子 很可能会出现胸背腰线卡成两半 或者无处安放的情况 而且呢不知道是不是品控的问题 我这件腰部这里的纱不是很平整 但是它的扣子啊这些小细节都做得很到位 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对得起这个价格的 你们觉得呢 接下来这条呢还是Lacemate家的这条葡萄籽 这件真的是我辛苦等来的 骄傲一下 我这种急性子啊能等一条玉兽的裙子 那真的是世界第九大奇迹 但到手它真的值了 我愿意当它家的甜狗 温婉多情啊 穿上猛男变软眉 长裙的剪裁很重要 这条腰收的就刚刚好 也没有坑坑拉拉的地方 肩带部分的蕾丝呢刚刚好 不会显得累赘 总之不想多说啊 好看就完事了 接下来这条呢喜欢复古风的妹子可以入 它是有一点宫廷风的长裙 胸前呢是有光泽的蕾丝 很适合野餐啊或者拍复古写真 它的颜色不是死白色是那种米黄色 对黄黑皮的妹子也很友好 特别有那种古堡里常年体弱多病的小妹 比如小妇人里的四妹的感觉 话重点啊就是这条一定要烫 我刚收到的时候皱成一团我想 哦天哪什么玩意儿啊 然后我烫了一下 我才感受到它的美 一下子就真香了 下一条呢又是一条二手的LACE MADE 虽然它绝版了 但我还是去逃来了这条 因为它真的是太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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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了 它是一个束腰和长裙 真的这才是迪士尼正宫娘娘啊 长裙的袖子做的真的是绝了 就泡泡袖不大不小刚刚好 小胳膊的细带设计 显得手臂会特别的修长 真的穿上就是天鹅臂 一点都不夸张 束腰的细节 真的是我语言形容不出来的美 但穿上啊我要说不难受那是假的 哎 这就是美丽的代价吧 不过呢它长裙也是可以单穿的就是感觉会略显寡淡 不知道你们觉得是加束腰好看呢 还是不加好看呢 下面这件呢是小李的醋酸长裙 这件呢也是中长裙了 是一个很优雅的薰衣草籽 这件我买的XS真的是吸着气穿进去的 建议大家买它加紧身裙的时候啊 可以稍微的买大一点给自己留一点喘息的余地 这条在腰的地方呢用褶皱做了一个特别神的掐腰 显得腰臀比很好 像我这种没有屁股的人也能达到无中生有的效果 这种连衣裙的特点啊就是很显曲线 给大家来对比一下我在另一家买的紫色长裙 虽然都是滑面的料子 你们觉得哪条更好看呢 最后一条啊其实说真的不算平价了 因为它是一条蚕丝的长裙 我当时是被一个博主种草的 但是说实话啊收到之后跟我想象中其实不太一样 它非常的轻而且也是需要熨烫的 但它的印花呢非常有那种印象派的油画感很大 其实很有女人味但它很长 所以娇小的妹子呢估计需要拿去改短一点 感觉它是个稍微成熟一点的妹子 或者送给妈妈来穿 但是呢如果你是预算有限的学生党的话 其实我并不是很推荐来买这件 因为我买回家看了它的水洗标才发现 其实蝉丝到后续护理起来也比较麻烦 还有很多更平价的裙扎 它们不香吗? 最后呢这期视频就要结束了 不知道这期视频以大家觉得哪条裙子最香呢 可以在弹幕或留言告诉我 然后如果你想我的视频的话 也可以动动手指三连一下 点赞越快更新越多 哦不是点赞越多更新越快 那相对小伙伴们都有开心的一天 我们就再见啦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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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